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人寿保险里的生前福利 一提到人寿保险呢 很多人还停留在人寿保险是一种森布理赔剂 过世了才能得到理赔的一种保险 所以很多人对这种保险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现在的人寿保险呢 已经很多样化了 它就像手机一样 从过去的只能接打电话 收发短信的功能 演变成了现在可以上网 可以导航 可以查看天气 可以查找餐馆等等的 多功能的智能手机 人寿保险也一样 从过去的只能生互理赔 发展成了现在的生前重大疾病 重大损伤的理赔 也就是活着就能用的保险 不仅如此呢 现金值的累计 可以达到理财的功能 可以规划养老金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早就讲一下 这些功能里的生前福利 先声明一下 我今天所讲的所有的内容呢 并不代表具体的哪家保险公司 我只是把这个生前福利的大体的概况呢 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作为保险经济 也作为消费者对这个生前福利的看法 那每家保险公司在生前福利的细节上 都会有一些不同 具体您想了解哪一家保险公司的生前福利呢 您可以私底下和我聊 或者是您可以找一下您身边的保险经济来咨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前福利都包含哪些内容 它主要有四大模块 第一个呢 是Terminal illness 末期疾病 也就是被医生确准为生命只剩下24个月 有些州都规定是12个月的这种绝症 这个理贝是没有等待期或是年度福利额度 是一次性支付的 而且这笔资金呢 是可以自由的分配 没有说一定要用在医疗费用上的这种限定 但是它有终身最高理赔额度 比如说有些保险公司呢 它的规定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50万 那即便你买了300万保额的保险 最高也只能拿到150万的理赔 那剩下的呢 只能是申雇之后留给受益人 当然了 如果你买的保险低于150万 那理赔金就不是150万了 这个理赔金是打了一定折扣的死亡赔偿金 第二个是Chronical illness 慢性疾病 是指经医生证明在过去12个月内 在没有任何协助的情况下 至少90天无法进行日常的生活活动 包括洗澡穿衣吃饭移动上厕所 和大小便的控制 这6项当中的两项 或者是证明存在认知障碍的话 就可以申请理赔 但是这种理赔呢 需要保单生效一定的时间 一般是保单生效两年后才可以获取福利 而且领取的金额呢 也有年度的限额和终身最高理赔额 第三个就是重大疾病 比如说癌症 中风失明 心脏病啊 心脏骤停 葛雷克斯症 主要器官的移植 运动神经元病 主动脉移植 手术 再生障碍性贫血 末期生功能衰竭 每个保险公司包含的这些病种呢 都会有一些不同具体的药根 具体的保险公司来咨询 第四个呢 就是重大的损伤 比如说昏迷啊 塌患啊 重度烧伤 外伤性脑损伤 这种理赔呢 一般而言需要在确诊前的 30天前保单生效 才可以得到理赔 没有年度的限额 但是有终身理赔限额 重大疾病和重大损伤呢 它会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 分为轻度重度严重和致命 最高理赔金额呢 仅限于致命的类别 理赔金呢 必须在发生病情后的 365天内申请 申请申请福利理赔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要求 必须出去在美国境内 有行医执照的医生的认证 那近期有一家保险公司呢 推出它可以接受 美国境外持有美国 行医执照医生的证明 这对于很多将来想回国 退休生活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一个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或者是你家里有一些家族病史 比如说家里的上一辈 有谁得过心脏病癌症啊 老年痴呆等等这种病史 或者是你在比较危险的环境下工作 比如说像建筑工地啊 长期开长途汽车等等 那这一类人群呢 是非常建议有一份 生前福利保险的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医生 是平平安安的 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保险呢实际上就是未雨绸缪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 会不会发生意外 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 整个家庭都有可能会垮掉 但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 这个保险可能会帮你度过 一段时间的难关 有些人会说只要买了医疗保险 生病的时候 这些费用都可以用医疗保险来保的 先别说美国医疗保险的复杂度 就算你买了级别很高的金卡 白卡这种级别的保险 那医疗费用和看病的费用 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生病不能去工作 这段时间的家庭收入来源 如何保障呢 车贷房贷孩子上学的费用呢 又从何而来呢 甚至有的时候 有一个家人为了照顾这个生病的人 他也不能去工作 那整个家庭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如果有积蓄的话 可以暂时还一还 但是现在的人的积蓄 并不是在银行存有大量的现金 而是拥有一些资产 那你只能把这些资产变现 如果赶上市场不景气的话 只能是打折变现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生前福利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一些理赔 你就不用变卖资产 经济上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我们在美国生活 买房子买车子都要上一份保险 那为什么不给自己上一份保险呢 我们的身体要比这些资产宝贵多了 不是吗 买一份人寿保险呢 除了有一份意外深入的保障呢 同时还有免费的生前福利 理财增值规划养老金 不是一举好几得吗 那生前福利呢 就简单的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或者是可以直接联系我 那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